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论年轻的时候多么的光彩照人 但是时故境迁 容恩老去以后却似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今天小编要和大家说的这一位老戏骨就是吴倩倩 当年传言他急走寥寥有小刚的原配 但是两人在一起 结婚16年却没能生出一个孩子 最后的结果 他也被有小刚抛弃 已经63岁的他在节目上拍卖猛猪嘴 很多网友看到一个老艺术家做出这样的举动 纷纷觉得他是晚节不保 其实吴倩倩年轻的时候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他在影视剧中扮演的角色 也都是出了名的大美女 也正是因为如此 当年他在拍戏的时候 才和有小刚慢慢熟络了起来 两个人也是因戏生情 但是当时的有小刚已经结婚了 所以才有很多粉丝觉得 当年是吴倩倩插足了有小刚的感情 挤走了他的原配 但是最后吴倩倩也没能和有小刚走到最后 说起有小刚也是圈内非常出名的一个道理 而且他在圈中 也是出了名的在片场喜欢和女演员进行交流的一个道理 当年和原配离婚以后 他便和吴倩倩走在了一起 两个人结婚之后在一起生活了16年 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他一直没有生一个孩子 可以说是两个人最大的遗憾 后来有小刚还是抛弃了吴倩倩 当然也有人爆出是有小刚建议思迁 因为两个人离婚没多久之后 有小刚马上又另寻新欢 而且和别人结婚了 现如今吴倩倩已经63岁了 虽然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 但是经过岁月的洗礼 时光在吴倩倩的脸上也留下了沟壑 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没有这么糟糕 吴倩倩便选择了去做整容手术 要知道她已经不是妙龄少女 知挺起来的 影响星 轻轻中 中文字只ri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